好 打个招呼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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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帅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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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荷兰最著名的玉金花园 其实这次来开玉金香的 也是我们这次旅行的主题 我昨天买的今天上午10点钟的票 还不错 准点到了 路上有点小堵车 哇 这人好多 是不是全欧洲的人都过来开玉金香了 一进园就有各种颜色的玉金香 太棒了 太漂亮了 不过游客确实很多 公园里展示了超过400万株的花卉 今年是库库厚福这个花海的75周年 这个根据花期的不同啊 它会分阶段分日期 会展示各种的花的品种 这个花园呢 每年开放的时间也就是8周 其实最好的观景时间 我觉得最多也就是个6周 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过来 过了4月份就关闭了 哎呀 太漂亮了 哎呀 太漂亮了 哎 各种的拍照 确实很漂亮 哇 这个是什么 这是一片梨花吗 荷兰自古以来呢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伤的国家 十七世纪呢 被荷兰人民称为 Goden Age 就是黄金年代 就是荷兰历史上 最辉煌最辉煌的那个年代 4万多平米的国土 但是他们还要不停的填海造地 填出来的地呢 也都是盐碱地 其实并不太适合农作物植物生长的 但是就在这片土地上呢 他们要尽可能的种植高价值的这种作物 包括培育出各种颜色 各种囚境的这种郁金香 还有培育出特别优质的奶牛 至于现在荷兰还是世界农业的出口第二大国 不可想象 这个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经济泡沫之一 其实就是17世纪的郁金香泡沫 当时荷兰人民炒这个囚境嘛 炒到最高的郁金香炒到了4000吨一株 4000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 一头上好的奶牛只能只有280吨就可以买的 所以一个囚境就可以卖到4000吨 当然最后荷兰的衰败呢 也是衰败在这个经济危机上 他们是各种的经营手段都做都用上来搞经济 但最后呢因为经济泡沫衰败下去 怎么样开心吗 开心 开心 非常过瘾是吧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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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在公园里转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 还是挺不错的 花是真多呀 我今天去这还是有点凉 二手这儿 哇果子可严实了 准备再去周边转转 造型 建人 绕 Ze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